也缺电 今天会轮到谁停电呢 台电供电不稳 全民相当担忧 有人就发现 马政府时期就曾经神预言 2021会分区停电 马英九跟爆料交接时有提醒过蔡英文 费荷就会缺电 但是蔡英文不以为意 马英九炮轰 这是装睡的人 叫不行 五天两度全台大停电 下一次何时停 轮到哪一组 全民吓到风 在野党做电影海报梗图 凤翠是谁搞的电 根本惊吓枪党惊悚 更有网友哭诉嘱吐 早上被股市下 中午被疫情下 晚上还要被台电下 直呼日子难过 想跳河 居然还没谁 台电的看板上都是绿灯 实际上根本就是骗人的 理由说我们太阳能没有太阳 那你就不该列在你的可以被转的电量 民进党从头到尾就是在这鬼扯 马英九第一报当初就有人精准预测 2021年大停电 2016年政权交接前 马英九还曾跟蔡英文说 台湾绿电不可能2025年就取代核电 当时小英还反抢 民进党能源专家世界一流才没这问题 如今确实五年三次停给你看 烂军痛批根本是装睡的人叫不行 确定了这次紧急恢复供电的真相是 并连核三厂靠核能发电 核三厂才可以去税修完成 现在急着要去发电 请教一下反核人士 你们为什么都不讲话呢 这个根是歪的 是错的 是动摇的 所以今天不要再死鸭子嘴硬了 如果民进党政府还不面对现实 来重新的调整 更正他们错误的能源政策 我们在酷暑之时 要不断的跳电只会变成我们的日常 民进党最自豪的用爱发电 如今却整天上演国家级警报 绿能发不出电 反倒要百姓活在恐慌中 天天问今晚又轮到哪一组要停电 这程序李一璇台北报道